三位好 我先很诚恳的 恳切的跟主委沟通一个观念 本席在上一次会议的时候 揭露台电过去五年 给核能研究所 35亿做技术服务 跟各种的研究计划 当时我们就说 拿人家的手短 当时我们还看到主委 你也告诉我们说 你们应该已经朝向了 未来还是要把管制跟研发 这样的一个两个 机制做结构性的切割 来避免这个问题 在组织面你可以反省 可是在财务面 我到今天看到您刚刚 回答林委员的咨询的时候 你遇到财务面 你就没有像组织面一样 要从结构上去 确立一个独立的机制 主委 这是合理的 一个原能会的主委 同时担任一个民间产观学的 合能学会的理事长的时候 这个学会 完全拿利益冲突 回避的对象的财务 你怎么可能真的非常独立客观的行使你的监督责任 两个职务二则一有何困难 主委 我恳切的要求你两个职务二则一做不做得到 但假如 假如委员要求 我们要求 我一定要在两个里面选择一个 我们要求 本席也要求 刚刚林委员要求 现在本席也要求 你做不做得到 是 当然是可以做得到 是 你要辞哪一个 我回去想一下好不好 你还要想一下 国家的责任在你的单子上 是 跟一个民间产观学发展和能和平 使用一个赚钱 很可能赚钱的产观学的理事长 你竟然还要想 你才知道你的选择 我非常震惊啊主委 假如我 是 继续担任元能会的主委 是 当然我一定会辞去中华民国和能学会的理事长 是 可是我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我可以辞去元能会的主委 所以你二则一的时候 二则一的时候 元能会的主委这个位置 没有在你的优先位阶 我可以辞掉元能会主委的职务 所以 因为我是政务官 想要 只要院长同意的话 我可以辞去这个职务 所以要求你二则一的时候 你会考虑要辞去元能会的主委哦 这个也是我的选项之一啊 哇